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先生一刻不停地在抱孩子 哄孩子 给孩子喂奶 俨然是一个称职奶爸 曾先生说 平时在家里 他也会主动帮着妻子带孩子 你平时在家里也这样吗 是 我哪怕三四点钟睡觉 有时候七八点 小孩子一哭我就起来 我现在都学会了 给小孩换尿布啊 喂饭啊 这些都包括喂奶啊 全部都会 可是陈女士却说 丈夫家里家外 有着两副面孔 一个字装 很会装 对到外人面前 就好像很十全十美的那种 但是在家里 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在家里是 她不怎么管 都是我妈的 她只是说 女人在家里 带一个小孩有什么 她的意思就是 在家里带小孩太轻松了 除此之外 岳父也对曾先生 做出了表里不一的评价 家里的表面上 就是实际上 她小孩子不关系 人在与不在养药 就是这个人很虚伪 很虚假 在当今社会 老人帮着带孩子 在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年轻人的工作压力 按理说 身为年轻人 应该心怀感恩 为什么到了曾先生这儿 对于岳父母帮带孩子 这件事 他却打心底里 表示反感和抵触呢 在曾先生和岳父母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岳父母 会用虚伪和虚假 来评价女婿 曾先生所谓的绑架和干涉 指的又是什么呢 调解马上开始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粉厂调解员 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陈女士和曾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首先了解 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是什么 两位谁先来说 我提出的调解吧 强烈要求他来金牌调解 找了很多次 我的诉求就是 要他真正从大心眼里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个错误是指什么 对我家里人的 不尊重误解 那曾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只想有一个完整的家 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 所以你现在感觉 你们的状态是很不正常的 是吗 相当不正常 不像一个家庭 不正常 不像一个家 曾先生的话语里 夹杂着不满和一些无奈 原来曾先生和陈女士 有个儿子 目前两岁半 蹊跷的是 儿子自打生下来 就是跟着外公外婆生活 直到现在 这不禁让人感觉 这不禁让人感到奇怪 就这么一个孩子 为什么夫妻俩不自己带在身边 既然曾先生不乐意 让孩子跟着岳父母生活 当初又为何把儿子 托付给了两位老人 他在福建那边打工 我就在干时候 跟着他爸爸一起生活 那为什么会牵扯到你的父母 既然你是跟公公一块 就是因为他们帮我们带小孩 带坏了 我爸妈一直以来 都是为我们两个主乡 结婚之前 爸就借了三四万块钱 我们的条件不好 所以我们一生完小孩 我爸妈他们虽然年纪大了 身体很差 能帮一下就帮一下 我只有一个小孩 我为什么要交给岳父母带 那交给岳父母带了以后 岳母身体也不好 我也不想 你当时就是同意了的 同意了是你这样说 要我去请个保姆 你还是很赞成的 我说我依我的条件 没有那个能力去请保姆 我母亲又不在了 那你自己又带不了 那没办法 那只有叫你妈妈带 本来这是个好事嘛 对吧 你们可以轻松一点 出什么问题 之前半年帮我们带小孩 是没有要我们一分钱的 我们就出奶粉钱 看病啊什么的 除掉住院费 其他都是我爸妈一直贴 大主 我不认可 结了婚以后 我在做厂展做管理 一个月也有七八千 孩子生下来 一个月给你四千五百块钱 家用 包括小孩的奶粉 可以把我银行站打出来 每个月寄四千五百块钱 一分钱不带少 他对钱方面很精 每个月四千五有没有给你 给了 这四千五用来干嘛 生活费 包括我孕期的检查费 各种费用 都在 还有生小孩 都包括在这四千五里面 包括欠的外债 他的养老保险一万多 都包在这四千五里面 你的意思是 不仅仅是用来养孩子的 对 他不会算这些 这个四千五给了多久 可能也就半年多 我就见不到钱了 他就不给我了 他的意思就是这笔钱 全部我们弄没了 不知道 在他的意思 他觉得这四千五 就是给你们家人了 对 因为我妈妈帮我带小孩 他的意思是以为 我跟我的妈妈 把他的这些钱 全部欧掉了 在曾先生看来 四千五养一个孩子 绰绰有余 可妻子却总是抱怨 钱不够用 曾先生不知道 钱究竟被花到哪里去了 为了避免妻子 和岳父母乱用钱 在每个月 给妻子四千五 持续半年后 曾先生不再固定 给妻子打钱了 而是采取了 按需打款的方式 这样钱花在哪里 具体买什么 干什么都能一目了然 可没过多久 曾先生就发现 家庭的开销 依然很大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动不动小孩 稍微生病住院 稍微生病住院 我不知道我小孩 一岁以前 住了多少次院 都怪你们家的遗传病 你还好意思说 医生都说了 就是因为这个遗传病 孩子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经常去医院住院 就是喉咙 十次感冒 有九次就是扁桃体 都是喉咙 他们家遗传病造成的 医生都这样说 就扁桃体的问题 为什么要厉害到 他每次医这个 就来得很凶 所以这种 比较严重的病毒 那医生强烈要求 一定要住院 稍微有一点发热 门诊可以去看 你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 是吗 真没有这个必要 真没有到那个程度 小孩子天天在医院 就打吊诊 我在家有两次 我同他们一起去看 门诊打两针 好了 没事了 如果按他们的想法 又去住院 他们这样就是经常性的住院 会给你带来什么感觉 这个钱就流水一样去的 他们在乎钱 真的 我养一个小孩 我问他 我的成本要多高 你是觉得他们带孩子 这种方式 花钱花得太厉害了 还是说 他们有这个私心 对于你用来带孩子 这种方式花钱太厉害 我不是说他们有这个方式 不对 对对 他说的那次 确实是去小诊所看的 看了之后呢 拖了多久啊 儿子 一个多月才真正和好 不宁愿住院几天 省得小孩天天受苦 一下子又去诊所里 打针打针 又吃那么久的药 大人都受不了 我心疼小孩 我觉得他为什么会 反对你们这么 就是钱 他特别看中钱 身为母亲 陈女士心疼孩子 是人之常情 可曾先生作为孩子的父亲 他难道就不心疼孩子吗 一方面 动辄几千元的住院开销 让曾先生有些吃不消 另一方面 也是让曾先生最不满的是 岳父母在小题大做 白白花了冤枉钱 这个钱就流水一样去掉 我养一个小孩 我问他我的成本要多高 除了在用钱上 对岳父母不满之外 曾先生告诉我们 还有一点 也是他特别看不惯的 我觉得我岳母带小孩不行 真的不行 那米服是喂起来 包括他现在喂我 这个小孩也是这样 是把小孩固定住 然后拼命往那边塞 塞着小孩反吐了 包括我现在都学会喂小孩 我喂给他们看 我自己边吃饭边喂小孩 对于他们的喂养方式 你不太满意 真的不满意 还有其他方面吗 小孩整个一个想法老 吃完饭 你看这个饭巴这上面 也不会说及时去 随便搞一点纸 搞一点水 抹一下也好 我经常这样做 我做给他们看 他们也许看不到 我对你输这个知道吗 太恶心了你 不急不急 听到好气氛 你肯定胀怨吗 是吧 你又说我怨吗 为什么他看着脏做事 扒那个豆子手指甲里 肯定脏脏的 我说你不相信你去给我扒 我看你手能干净不 觉得是他不够体谅老人家是吗 对啊 他不知道老人家是多辛苦 又要洗衣做饭 又要给你带小孩 那么多事 我妈又是咬鸡脑损 然后骨骼已经硬化了 身体很长 你一个做母亲的带孩子 这个是天经地义啊 就一个孩子 你都不能带 从你的角度看 应该是由陈女士自己来带的 对 没错 她说了天经地义 你不会带你爸妈帮你带是应该的 所以不用系这份恩情 对 可以不用系 哪个做母亲的第一胎 都很会带孩子 没有关系啊 这个孩子不会带 慢慢带就会带回来 我们自己的父母亲 小时候第一胎 他就很会带啊 也不会带啊 我的本意就是 母亲带孩子 这个是天经地义啊 你就是比如说 你坐一个月子 母亲过来照顾一下 之后就你自己带嘛 是吧 丈夫对父母的句句抱怨 都像一把把利刃 直戳陈女士的心窝子 在他看来 父母年事已高 能把孩子带到两岁半 实属不易 丈夫这样鸡蛋里面挑骨头 对老人未免显得太苛刻了 可是在曾先生看来 带孩子原本就是妻子的义务 妻子如果真的替父母着想 从一开始就不该把儿子 交给岳父母带 听到这儿 坐在厂下的岳父 表示有话要说 那么岳父会如何回应 女婿的种种不满 既然女婿不乐意 让老两口带孩子 为什么他们到现在 都不肯放手呢 首先最开始 你们是为什么想到 要帮他们带孩子 怎么考虑的 我们是中小 我们现在还能够动 能帮得到 我们就有生几年 就帮他们一下 你知不知道女婿她这边 其实并不想要你们帮 她没有反对 你们不知道 如果她当时讲了这个话 哪怕给我一万块钱一个月 我都不会给她带 所以女儿也并没有告诉你们 她其实不愿意 我说那商量好的 她才知道给我们交 之前一直是容易的 我今天她这个话 我今天才知道 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这时候活得不太平 哪个愿意带来 愿意去上班 我也不愿意带来 从老人家这边来讲 真的是出于 要帮助他们的心态 一个 他们也可以减轻地负担 对她做幼稚 什么都更好 明白 而且你们真的不知道 女婿原来不愿意 第二个问题 她说到的孩子 就是关于生病老住院 这个事 随便到医院里去闻 那个油味道 到医院里去招呼一个病号 我要招呼病号 在家里招呼多好 挺麻烦的 你去天地下去请 是孩子是什么样的状况 她现在病有多 一发病就是高烧 39度把41度都烧过 她从来不关销了 一烧现在这个病单啊 我都没拿来给他们看 在家里 那我们伤风感冒 发高烧就就地医院去看 钱也不出电话也不打 也不问儿子到底怎么样了 就是没这个住院 都是我们出钱 没问他要过 没问他要过保护罩 小爱兵士穿啊 鞋子啊 什么东西啊 都是我们买 他买过多少 问他有儿子的住院费 去查 买过多少 衣服给小爱兵士 第三个问题 她说每个月有拿4500块钱 这个事 这是他们的事 你不知道的 我没要他们的钱 之前半年帮我们带小爱兵士 从那个时候开始 每个月就拿1500块钱 一开始我们带一分钱也没要他们 以后为什么要他的钱 就是闹得好厉害 他姐姐他们都在 说我们是奇葩 我俩都跟我讲奇葩 我们就又远了自杀 我说你这个儿子 这么一点大小都要钱 我在工业里他不开 他都要去坐那个摇摇车啊 要问我 要一块钱去注意啊 我说这么小的小的要钱 我说我70多岁的人了 挣钱挣钱到现在 我不晓得要钱 我说从现在开始我要了 没问题要1500 她姐姐讲了 这个要改 这个要改 郑勇 你要去跟他们 派对道歉 等一下这1500 这1500是谁讲的 是我讲的好不好 我说以后就1500了 说不够 你是怎么说的 养一个小孩一个月 还要1500块钱也有多 你是这样说的 我说小孩现在基本上 不怎么吃奶粉了 1500应该够了 每个月1500带孩子 以现在的消费水平 的确不算多 可曾先生却给得很窝火 他想不明白 妻子年纪轻轻 为什么既不出去工作 也不愿意带孩子 岳父母对自己女儿的问题 视而不见也就罢了 还要把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 他自然会觉得心里不平衡 岳父说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对我们从来没有尊重 来过一次 人家感觉人家一年三千什么的 没有的 有一次拿八百块钱给我 过年前 刚刚我压得跟我讲 身上只剩下八百 他身上就是1000块钱 拿了八百块钱的 他身上只200块钱 所以我把你八百块钱 都全部拿不给他 如果说时光倒退的话 他们这样说 当时我们是记得反对 我们是内心反对 您的意思是说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那你是要坚决反对的 那肯定 带一个男孩子 一个婚礼 大十多岁 没有房子 没有钱 没有车 也没有人帽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不感受 你看看我感受过一点吧 我们家从来没有看不起过他 我感受过一点吧 老人家的意思就是说 当初这个条件 他们本来就心里就不太满意 可是接受了 接受了希望你能过得好 可是现在这样的 因为他当时恋爱的时候 对我也还好 我就是看中这一点 我才决定嫁给他 岳父表达的意思很明显 当初他对女婿的条件 并不满意 可是却并没有干预 两人的恋情 他只图一个目的 女婿对女儿好 女儿能够幸福 可结果是 女儿过得并不幸福 老两口也跟着操碎了心 曾先生说 这些都怨不得自己 因为一年前 他就提出 把儿子接到身边抚养 没想到 听了他的提议后 岳父竟然提出了一个 让他做梦 也没有想到的条件 那时候我从福建回来 我就想到 我说 小孩在父母身边 对小孩的发展 包括小孩的 早期教育都有好处 岳母就说了一句话 我是在搬你们 我气得 我最后说了一句 很不尽人情的话 我说我求求你们 你们不要搬我 他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让孩子 不同意 包括我们这次吵架 岳父就在电话里这样说 可以 拿十万块钱 我把你带到小孩 那个保姆费 十万块钱拿回来 我把小孩给你 你亲条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具体原因经过吗 当岳父给你提出来 十万块钱 所谓的照顾孩子费用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 就是用小孩来绑架我 我真的受不了 因为他说话很绝情 你给我滚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经常吵架都是这样子 跟你妈妈爸爸一起给我滚 死得离我远一点 不要自然在我眼前 他说跟你们划清记性 我爸爸就很生气 划清记性可以啊 很简单 保姆费这些付得来 跟你彻底划清记性 生气了说了这些 对 我一年前我就强烈要求 孩子回来 一直拖着 我甚至跟他讲 我说今年过年 小孩子不回来 我不给钱 你说你一年前就提出来 他们就不肯把孩子 给送回来 不肯 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是他们舍不得孩子啊 还是他们有觉得 实在你们带不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很费气 我父母亲为什么脏 为什么他就一年前 要拿回来带 我当时已经又怀了第二个 他天天就玩电了 通宵大旦地玩 我还一个孕 小孩接回来谁带 你是一年前又怀了二代是吗 对 现在这个小孩已经一岁多了 既然这第一个孩子 就闹了这么大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个计划呢 当时两个多月 我就不赞成生 我父母都不赞成 包括我哥哥嫂嫂 他说我们就这个条件 最好不要生 但是他说有那么高的工资 养得起 可是你们不仅仅是养得起养不起的问题 你们是孩子 谁来带怎么带 当时不想这个吗 我也跟他说 我说到底谁带 我说你又不会带小孩 到底怎么带 我父母也是替我们做 想说我现在怀着一个孕 他又不会带小孩 天天通宵打蛋 什么都不管 所以还是父母带 这个是你和你父母做好的决定沟通 还是你们两个人做好的 我跟他说了 他接受吗 他永远都是一张嘴巴 张一张 然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说得很轻松 好像就跟喝水一样简单 他不会考虑带一个小孩有多难 他这边跟我一吵架 跟我爸妈打电话就很凶 喂 在哪里 把我儿子送回来 就让凶我爸妈 我妈都跟我说莫名其妙 他爸到现在还讲 现在才知道 年轻我就跟他们讲 小孩拿回来我自己带 你永远嘴巴上说这么好 你带得好吗 我又怀一个孕 不要管我带不好 这是我的家里 我的孩子 我是从小孩的角度考虑 你就是永远这么自私 要他的小孩子 为什么现在还没见过那里带呢 他又要回来呢 我们其实偶然一个月 难得一次到甘州区 去的时候他带了 他就会打他 而且他小孩子难得调皮 这个手大人弹小孩子 就大弹一下好疼的了 这里后来我看到红组 你们挺心疼的 我当时就讲了他 我说郑勇啊 你这样子打人的 打小爷 你问他有没有这样讲他 带孩子出路 粗暴 就是打 所以我们不放心 要他长大一点 到保育院去了 所以你们不放心 孩子交给他自己那边带 教会交给他 要稍微大一点 他现在有一个小的 他也带不过来 陈女士和父母一致认为 不管是一年前还是现在 都不是把儿子接回来的最佳时机 显然曾先生完全不能接受 这样的结果 调节现场 曾先生用陡然升高的语气 捍卫着自己的立场 这是我的家里 我的孩子 我是从小孩的角度考虑 你就是永远这么自私 作为父亲 他认为自己在任何时候 都有权利把孩子接到身边 可是这么简单的愿望 却到今天都没能实现 这让曾先生很挫败 很沮丧 前不久 他一气之下 还提出要离婚 最终在陈女士哥哥的劝说下 曾先生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那么哥哥会如何看待父母给妹妹妹夫带孩子这件事 对于妹妹妹夫的婚姻 他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我们现场拨通了陈女士哥哥的电话 喂 你好 陈先生你好 我们是江西卫士金牌调解 家庭责任这方面 你觉得曾先生做得怎么好 这个东西我就给一个大评 你说他的大儿子到现在 他为他买过一件衣服吗 玩具 还是陪他去哪里玩 没有过 一次都没 当然你可能有你的考虑 你要去工作 你要挣钱 你要去养活这个家 但是你一个家庭的话 你可能一个和谐很重要 对于孩子来说 都是要靠你去陪的 对待你父母呢 都好不尊重我 我父母是肯定有怨言的 我们在为你付出的同时 你对我女儿不好 你不够尊重我 他们带着孩子 他带着也不开心 但是他们孩子用心事来给你带 这是毋庸自语的 我父母在给你带孩子 就收你一千五百块钱一个月 你按照现在的一个消费标准 他根本就是说倒贴的 你就是说一千五百块钱一个月 孩子全年交给我爸妈了 你根本就不用超别的心了 你妹妹觉得特别接受不了的 就是觉得父母付出了这么多 好像她没有办法去感恩吧 这一点你怎么看 我想想可能部分原因是 可能是我妹妹太过于唠叨啰嗦 让她觉得是一种负担 觉得负担了以后 她很抵触我们的全家 那站在我这边的角度 去考虑一个问题呢 我就想说 我们家对你的付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我爸妈有自己的儿子 有自己的孙子 有自己的媳妇 我媳妇十月怀台 我爸妈在哪里 在带你的孩子 对吧 我老婆坐月子生小孩 三天就开始抱小孩了 我妈在哪里 也在带你的小孩 你有没有想过 我小孩住院了 要动手术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我妹妹说要来医院看 你说了一句什么话 别人家的孩子 有什么好看的 你就是这样对我们全家吗 这个话我没有说过 你怎么没说过 因为这个话我还给你吵我嘴出门 是你发送你哥哥的 我只能这么解释 是他说的 这个话不 云玉话不是我说的 你发誓好不好 有没有说过这个话 你想过你的孩子 大儿子每次住院 在医院的人是谁 是我们全家 你的家人在哪里 这个女儿 为什么我妹妹生下来 因为那时候虽然说 你们之间有矛盾 但是因为你想要这个女儿 她才坚持给你生下来的事 你知不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们两个一旦离婚 这两个小孩子 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去长大 既然你表态 还是希望他们能过下去的话 我们后面的问题 后面再谈 我先挂电话 谢谢你 好 谢谢 再见 你哥哥说到你的性格 说到你很啰嗦 你会讲很多很 我之所以啰嗦 是什么原因 我很多事情是忍不住了 第二点 这少在刚才他们对话过程中 我听到了两次 一次你哥哥说 一次你父亲说 那种不太好的话 都是从你这边传给他们的 这些都是实话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这些都是他嘴巴里 说出来的实话 你知道这个话传过去的话 一定会是不好的 以前我都一直冷 我很多事情是忍不住了 以前我跟他的矛盾 我说不敢跟我父母讲 我怕他们担心 但是后来我憋不住了 我感觉我精神快崩溃 主持人张婷敏锐地注意到 陈玉士向父母和哥哥传话 是矛盾发展到今天的正节所在 可对此陈玉士全然不绝 相反他认为 丈夫才是那个爱传话的人 时至今日 丈夫的家人对他也是一肚子意见 陈玉士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主持人张婷决定 跟曾先生的妹妹做个电话连线 那么妹妹会如何看待 哥哥嫂子之间的矛盾 对于老人帮着带孩子这件事 她又会发表怎样的看法 你哥哥他们过来做这个调节 所以我们也想从男方的角度 从你们家人这边角度也了解一些情况 这样也比较公平一点 刚才我们跟女方的哥哥也做了连线 他哥哥谈了一些他的看法 所以我们也想听听男方家人 你们这边的一些看法 他们很大的问题 女方总是觉得他很吃亏 然后说我哥原来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我哥对他隐瞒了一些什么 所以这样说 他重新进我们家门 可以说人搬的我们都搬了 从他结婚到生小孩 到小孩出事 能出钱我们就出钱 能出力我们就出力 他总要求我哥能做到什么 我说如果我哥能做到 你能做到什么 他不回答我 你觉得你哥哥做得怎么样呢 最起码他每个月 都要多少钱 原来说三天四天 我哥都会给他 他现在最后是我哥 因为实在是他生活压力 然后没找到四座 他就在我哥 就还没有找到四座的时候 要求我哥 一定要去什么那个 他游轮上海站 做七八千块钱的 我就问你 他的年龄大概 都是差不多五十的 做三四千块钱的 不可以吗 他说是你哥哥在收入这方面 包括工作情况这方面 不是那么的坦诚 所以他心里会有很多 那我问你啊 那我就问他 什么叫做坦诚 难道是说 他这个月赚两钱 一分不剩的给你 你就花得最后 要住院的时候 还要问我哥要钱 那我哥拿你来的钱 如果说我哥给他五千 他也可以花得一分不剩的 然后小孩生病又没钱 那这个钱拿你来啊 不管在哪里算吧 三天两头打电话 就少了去给他压力 他是哪怕是要尿片 买奶粉的打个电话 我都跟他说了 我也小成 你嫁给我哥了 我们就是一家人 你这件事情可以跟我们说 是不是 他就不是 可以这样说 他没有把我们当作家人 他总觉得我们跟他之间 有一层隔阂 小成有说到 就是这几年来 他父母其实对他们 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是你哥哥这一边 是的 我承认 他父母一直拿完小孩 不肯给对他 说你一定什么要给十万块钱 可以说没有把我哥当作家人 应该这样做 因为刚才 关于那个钱的事 老人家也做了解释 他说是因为 你哥哥做了一些 让他们很伤心的事情 说了一些很伤人的话 老人家会觉得 这些年来 他们很辛苦地在付出 可是你哥哥这一方 对他们的态度 不说感激他们 但是好像都不接受 是他们帮了他 就是这个让他们老人家心里挺不舒服 那个我倒是有点对我哥 是有看法 就前两年他来我家的时候 我还跟他说了 我说你不管怎么样 他爸妈对你一定要 抿他们的情 他们真的是很辛苦 带这个小孩 你一定要抿他们的情 他们真的是很辛苦 带这个小孩 就是从你们的角度看 在这一点上 哥哥也确实有做得不太好的地方 是吗 对对对 就是我承认 既然你们坐下来了 我们调解 是不是应该 大家都应该往后退一步 以前的事了 我们能不能当天 如果说我们坐下来 调解了以后 我哥做得还不好 是我哥的做 是不是 那是他们现在就是抓住 以前我哥对他的态度 一直不断 知道吧 但我哥没想到50岁了 就帮他代价 那天的单跑 我听明白 我先挂电话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 包括他妹妹刚才也说了 他只知道这个结果 具体的经过 为什么会说出 这10万块钱的话来 他没跟他妹妹说 通过妹妹的电话连线 不难发现 曾先生也是个 爱向家人诉苦的人 所以才让原本 简单的夫妻矛盾 发展成了 两个大家庭的矛盾 在观察员李小云看来 夫妻间问题的症结 并非出在岳父母身上 而是在于 年轻人不独立 我觉得二位 现在存在的问题 包括你们整个家庭 存在的问题 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年轻人不独立 无论是经济上也好 精神上也好 都不独立 陈女士 在您的这个年龄 在您现在的这个 为人妻为人母的身份上 您是不是已经 把工作给做到了 我已经尽量做出了 这里我可以保证 好 您可以保证 但是这是您自己 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他也看得到 但是他不满足 没错 他应该看到你的努力 看到您的改变 看到您在不断地去成长 但是这个中间 和他的心理预期 是不是有差距 这个是您要去思考的问题 同时 这种不独立 还呈现出一种 精神上的不独立 很多问题 其实您是比较习惯于 依赖家庭的力量 来帮您解决的 您的父亲 您的母亲 您的这个哥哥嫂子 那么我们会发现 今天曾先生抱怨的一个点 恰恰在于说 他觉得您的家庭 过度地介入到了 你们小家庭的生活中 今天在现场的 陈女士的父亲 之所以对这个小家庭 付出了这么多努力 花了这么多心思 无论是带外孙也好 还是说 为这个家庭贴钱 然后为他们两个事情 操心也好 不恰恰也正是源于 您心里非常清楚 女儿是弱的 所以 无论我们陈女士觉得 自己做得有多么的好 我必须得说 无论是经济上 还是精神上 哪一天不让爹妈操心了 哪一天 您才真正 跟我们谈足够这两个字 我觉得为人儿女 最大的孝顺 是不给父母天翻新生 那么我们曾先生也是同样 正是因为认识到自己心里面的那种弱 所以才会特别讨厌别人插手您的家务事 才会对老人的一些行为看不惯 这种看不惯 是真的看不惯别人指指点点 还是看不惯自己心里那个弱小的自己 谁不喜欢自由 谁不喜欢独立 我也喜欢呢 就像刚才曾先生自己说的 我也知道孩子这么大了 要带在自己身边来教育 但是我想说 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来教育 那是需要有实力的 这个实力 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实力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实力 能不能足够强大到一个人两个人来支撑起这个家 来作为这个家庭真正的主人 我们看到二位长期以来生活的模式是分居 这种分居模式极大程度的造成了 你们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 因为很简单 女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显然她的实力是不够的 我不想就这个孩子说是 但是我想就这件事情 说一下二位的人生的一种习惯 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没有明确的规划性 也就是说 当自己的条件不允许的时候 虽然可能也想过说不要这个孩子了 走到最后 依旧是发现这个孩子降生了 于是生活变得更糟糕 两个人的矛盾变得更加剧 我们不应该去怪这个孩子 而更多的 应该想想 我们作为可以规划未来的成年人 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做什么 实际上你们两个都没长大 通过两个连线我们可以感受到 先生你的家里人的替代也很多 说了如果家里有啥事 你叫你的老婆跟我说呀 打什么电话给老公呢 日子不是两夫妻商量着过 是跟小姑子跟她去商量 不是跟自己老公去商量 这种阅位竟能被允许 而且觉得理所应当 这太让人震惊了 也就说明这个都快五十的男人 也是一个小娃娃 只是年龄大了一点 心理年龄根本没大 包括日常的承担 没有做到 那同样 小娃娃娶了一个小娃娃 一个更小的娃娃 那两个小娃娃一起过家家 这个日子让所有人都看得心焦 你们两个如果不长大 你们能给你们的孩子 什么样的人生 还说把孩子带回来 两个人牵帮着带大 那我想先生女士 你们两位打算 要怎么样给孩子幸福呢 除了喂孩子 让他干净点 那么你们做好了什么样的准备 让你们的孩子心自健全 我想对这个先生说两句 我想问一下 您爱你的孩子吗 我相当爱 但是我现在很为你的孩子担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也很担心 因为孩子要在自己父母亲身边 给他实战的教育 我要求孩子回来也是这个目的 你说的是一方面 孩子这么小的时候 他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感 但是你的妻子 他的情绪特别大 他的这种情绪 没有得到疏解 没有得到释放 他对你的孩子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他这种情绪 有他自己的原因 但是也有你的原因 在情绪上 你并没有起到 照顾好你妻子的责任 或者你根本连自己的情绪 都没有办法照顾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你既没有 去哄好你的妻子 也没有尊重好你的岳父和岳母 这是最麻烦的 养个孩子很不容易 我也是养个孩子的父亲 我非常羡慕你 你的岳父母帮你带孩子 带孩子这种事情 不是拿钱就能得买到的 我们现实中 我要请一个称心的保姆 四千万钱都请不到 对 对不对 哪有自己的岳父母放心呢 哪有自己的爸妈放心呢 这不是说拿一千五 拿多少钱 这都买到的 买不到的 是 没有 这种放心买不到的 是 没错 所以说你岳父帮你带孩子 我请你不忘感恩的心 细节上的事情不要唠叨 说这里没做好 那里没做好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不管怎么样 咱们来能到这个年纪 你这个家要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在观察员们看来 要解决好夫妻俩的问题 陈律师和曾先生 应该首先独立起来 强大起来 其次 在发生矛盾后 不要让双方的家人 过多的介入 杜绝越位 听完老师们的建议 曾先生低头沉默不语 似乎有所触动 而陈律师依然没头亲说 在明天的金牌调解中 陈律师告诉我们 他有一块心病 至今未解 这块心病源于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曾先生的前妻 据陈律师判断 曾先生对前妻的感情 不一般 经常联系 聊得很好 他自己也告诉我 他前妻一直在等他 等着跟他复活 你觉得他会随时离开 你就跟前妻走了吗 对 我跟前妻离了婚 我们成了一般的 普通的朋友 好亲密哦 他还说你连我前妻的 一根毛都比不上 除了拿他跟前妻做比较 让陈律师最不能忍受的是 丈夫还瞒着他 做着这样一件事 最严重的就是 他跟他前妻去北京 在火车站跟我玩 变装地道站 变装 偷偷摸摸跟他前妻去北京 你确实是瞒着他去的 我肯定是瞒着他去的 那么曾先生为什么 要瞒着陈律师 跟前妻去了北京 他跟前妻 到底只是普通朋友 还是如陈律师所说的 愚情未了 最终陈律师和曾先生的小家庭 还能够继续走下去吗 敬请期待 明天的金牌调节 明晚十点 调节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